陈公因为曹操杀了吕伯舍一家而反叛曹操 这个只是小说之言 真正的历史真相 可不是那么简单 要弄清楚陈公为何要背叛曹操 就得弄清楚陈公为何要拥立曹操 陈公反叛曹操只是一个结果 发生这个结果一定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得从陈公拥立曹操开始 陈公为何要拥立曹操呢 陈公是衍州东郡人 作为一个本地豪族出生的知识分子 他对于衍州的热爱是处于本能的 然而他热爱的衍州 却在东汉末年出现了三次严重的生存危机 一次比一次严重 第一次危机发生于公元191年7月 黑山军在首领于独、白绕、衰谷等人 率领下进攻卫军和东郡 东郡在衍州的北部 济州的南部和济州毗邻而聚 东郡太守王公抵挡不住 漫山遍野的黑山军 导致东郡失陷 此时 已经取韩复而代之的袁绍出兵 对付进攻卫军的黑山军 而曹操则在袁绍的支持下 对付进攻东郡的黑山军 曹操在濮阳击败了白绕 占据了东郡 于是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 至所在东武阳 此时 衍州面临的第一次危机 暂时解除了 第二次危机发生于 公元192年春季 于独等人率领黑山军 再次进犯东郡 这次的目标是东武阳 也就是东郡的之所 而曹操此时屯兵顿袖 曹操以为为救赵的方式 攻击黑山军的本屯 从而解了东武阳之位 接着曹操率军连续攻击鱼毒的同党衰顾和匈奴于副罗鱼 多次大败黑山军 将他们从东郡赶了出去 从而巩固了曹操在东郡的地位 曹操连续击败黑山军的行为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也让衍州人士看到了曹操的战斗力 毕竟黑山军对东郡乃至衍州的破坏是相当惊人的 这在衍州士族豪族以及士人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第三次危机发生于公元193年4月 原本打算进入渤海的黄金军在公孙赞的攻击下 遭受巨大惨败而不得不转头进入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衍州 此时 衍州面临着第三次危机 此次危机比前两次更甚 因为黄金军势力庞大 多达百万之重 衍州任成像郑遂抵挡不住被杀 黄金军进入冬天 衍州刺史留待坐不住了 不听吉北向报信的规劝主动发动进攻 结果在野战中被击杀 此时的衍州内部没有刺史 各郡各行其事 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外面面临百万黄金军的肆虐 上至士族豪族官僚 下至普通百姓都饱受摧残 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强力人物来力挽狂澜 二 成功拥立曹操为衍州之主的过程 成功看到衍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衍州就成了黄金军的地盘了 于是就对自己的长官东郡太守曹操说道 现在衍州已经没有主了 朝廷也管不了衍州 我去游说周中官吏 让你去做周牧 你凭借衍州可以称霸天下 曹操对于成功之言当然是欣然同意 成功又跑去游说衍州别家 至终对他们说道 现在天下大乱 衍州失去了主人 曹操是上天降下来的人 如果让他统领衍州 必然能够让衍州安宁下来 周中的实权人物同意了成功的看法 认为曹操确实是一个人才 值得信赖 于是吉北向报信和周立万钱等人 就去东郡请来曹操作为衍州之主 曹操在衍州大小官吏的拥戴下 成为了衍州墓 而衍州也有了新的主人 三 执掌衍州后 曹操和衍州发生的变化 一方面 衍州的危机解除了 既然受到了衍州势力的拥戴 那就要做出一定的成绩 首要的目标就是 产区盘踞在衍州黄金军 因此 曹操率领大军猛攻黄金军 经过数轮大战之后 黄金军哪里是曹操的对手 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三条道 第一条道就是逃跑 然后到其他地方继续肆虐 第二条道就是和曹操死喝到底 与死网破 第三条道就是投降 第一条和第二条没有那个实力 在曹操的猛烈进攻下 黄金军连连败北 逃无可逃 如果死喝到底 只有面临全军覆没的结局 因此对于黄金军而言 投降才是最好出路 衍州的强敌黄金军被消灭了 衍州再次恢复了往昔的秩序 另外一方面 曹操的实力获得了空前的增强 百万黄金军投降了 全部被曹操收纳 一部分人包括家属成为屯田民 去种粮食搞生产 一部分成为士族 继续征战天下 这样原本只有东郡一地的曹操 突然成了一个土豪 拥有衍州八郡地盘 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拥有数百万之众 能够为他提供钱粮和兵源 拥有数万士族 告别了兵源不满万的窘境 更为重要的是 自从有了衍州这个根据地后 在外征战有稳定的粮食和兵源供应 再也不怕打败战了 即使打了败仗 也有家可以回 有粮食以及兵源补充的地方 因此 获得衍州之后 曹操手里有了基本盘 也就有争夺天下的资本 在衍州遭受空前危机的时候 衍州势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来稳定和保护衍州 因此曹操就成了包括成功在内 所有的衍州势力的拥戴者 而曹操也不负众望 成功地消除了衍州的威胁 为衍州的安宁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果曹操能够像刘表那样 重用衍州人士立足于衍州 保护衍州势力集团的利益 以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 那么衍州势力集团 就会一直拥护曹操成为衍州之主 可惜曹操不是刘表 因此其结局也完全不同 成功为什么要反叛曹操 成功从一个曹操的拥戴者 变为反叛者不是偶然的结果 而是一系列事情堆叠的结果 对于成功而言 他没有变 是曹操变了 其实对于曹操而言 他一直没有变 只是成功跟不上形势而已 成功为首的衍州士族好族们 把曹操送上衍州之主的地位 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衍州人的利益 对于曹操而言 他确实做到了 可是后来的一系列行为 却大大的背离了成功等人的初衷 那么曹操到底干了哪些事 让成功为首的衍州人士 彻底地抛弃了他呢 首先 屯田安民损害了衍州本土人的利益 袁绍得到冀州后 并没有损害 冀州士族好族的利益 反而保护他们的利益 土地资源获得了更好的维护 刘表丹进入荆州 同样也是更好的维护了 荆州士族的利益 并没有动他们土地资源 刘备入一周也是如此 一周的士族好族的利益 也没有遭受侵害 但是对于曹操而言 却不是这样的 在得到衍州后 曹操逼降了百万黄金军 以及他们家属 这些人对于曹操而言 就是以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 因此曹操是万万不会 将他们放弃的 必须放在自己的地盘 安置起来 成为屯田民 黄金军是没有土地的 至少在衍州是如此 可是要把他们安置在衍州 就必须腾出土地给他们安置 虽然经过战乱 有许多人逃亡 许多土地成为无主之地 可是即使是无主之地 也是衍州人的土地 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外地人 来衍州瓜分土地 这样就极大的挤占了 衍州的土地资源 如果曹操赶走了黄金军 那么这些无主之地 理应成为他们的资产 可是现在这些都落空了 曹操安定了衍州 可是给他们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利益 其次 曹操用人的方式 伤害了衍州人士的利益 刘表入荆州用的都是荆州士族和豪族 因此荆州人士非常拥护荆刘表 袁绍入荆州亦是如此 大量地启用荆州士族和豪族分子 从而获得了他们的拥护 可是曹操的用人策略完全不同 要么用以前的救人 要么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 就在此时 许多影川人士来投 比如巡域 郭家等人 这些人都得了曹操的重用 而昔日的那些衍州人士 却依然如故 既没有得到大力的提拔 也没有进入曹操的核心圈子 比如拥护曹操上位的陈公 就是如此 没有显著的提拔 因此 曹操在衍州的用人方式 已经刺痛了本土人士的心 最后曹操的两大行为极大的激怒了 衍州本土势力 曹操除了在屯田和用人两个方面 深深地刺痛了衍州本土势力外 另外两个动作也极大的刺激了衍州势力 一个动作就是杀掉了明氏鞭让 鞭让是陈流人 前九江太守 非常有才气和恐龙齐名 深受衍州士大夫敬仰 可是鞭让却仗着自己才气大 看不起曹操 在鞭让看来 曹操是烟焕之后 压根不放在眼里 鞭让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也就算了 还时常出言挖鼓讽刺 这让曹操非常恼怒 正在风头上的曹操一时大怒 让人把鞭让杀了 连带他的妻子也没有放过 曹操暴躁的行为 在眼周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阴影 给人一种非常不理性 不能够容人的态势 另外一个动作就是在徐州的屠城行为 曹操占领眼周不久 就让人去把父亲曹松接到眼周来 可是在半路上被人截杀 曹操认为徐州陶谦有责任 于是率兵来讨伐 按道理 曹操为父报仇 讨伐陶谦 子为父报仇 理由行得通的 可是曹操在徐州大杀四方 杀的人堵塞了似水 导致似水不流 鸡犬不相闻 陈公当年跑去游说同僚的时候 喜滋滋地说曹操是命士之才 若迎以牧州 必宁生民 现在看来 哪里看得出是一个明士之才的样子 完全是一个活脱脱的是人命 如草芥的暴君 既不能安民 也没有明君的架势 一个明士说杀就杀了 而且还杀了人家全家 一个周说图就图 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做眼周之主呢 在以陈公为首的眼周势力看来 曹操既不能为眼周带来福利 也不具备一个明君的模样 许多人已经是悔不当初了 于是私底下串联起来 只等一个反叛的机会了 可见 陈公反叛曹操 并不是陈公对曹操有多么的不满 而是整个眼周集团 对曹操非常不满 这次眼周之变 除了东郡的范县 东俄和己英郡的眷城 这三个城外 整个眼周 全部脱离曹操的控制 随着陈公等人一起反叛 因此 眼周之变不是陈公个人 和曹操之间的私人恩怨 而是曹操已经站在 整个眼周集团的对立面 成为他们的公敌 眼周之变是 曹操人生的低谷 甚至和当年的变水之败 相提并论 这场巨变给曹操以后的创业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比如宽容地对待各种名士 如恐龙之类的人 以及自己的政敌 如杨彪这样有威望的人 再就是重用本土人士 如入冀州和荆州后 大力提拔本土人士入室 还有不再大规模的屠城等等 这些经验教训可谓深刻 也是曹操人生道路上 不可缺少的一个 我会想到这些经验教训可谓的